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9月3日的啤梨晚報開學的第二天 剛剛我們播過這首歌 叫做愛國主義教育的主題曲 我門的家 今天我上網YouTube上搜尋我門的家 但原來歷年以來叫做我門的家的歌 沒了百首也有八十首是廣東歌 很多 當年我打了愛國馬上搞定 愛國 愛港 愛香港 老實說 抗美雲 有些人說好想難聽 怎會難聽啊 抗美雲 大家知不知道他有好想過名曲 是 好像什麼 再錯一會 但原能再錯一會 還有什麼 那一會 那個情深 什麼話會有說話 中間 他沒有在紅盆開演唱會 我幾幾幾 沒有 有一首は在中間說話 有人說 什麼情重 你也知道 什麼 什麼未曾酒醉 什麼什麼 很落差的 江美雲當時 不是說很落差 但也該投入 有人說,愛過方知情重,醉過方知走龍, 我就說,未曾深愛意無情, 那首歌,甚麼程深少說未曾講,是黎明的陳太太, 好像名字那麼長,剛才我都差點說錯, 還有一首跟我們偉大的,當時也有一些緣份, 就是跟我們偉大的歌王,校長譚詠麟合唱那首《分手之后》, 當年,你沒事的,譚詠麟拍《抗美雲號》是怎樣, 原來有千見之明,他們眾下那個姻緣, 分手之後也很好聽,還有甚麼, 愛過幸過敵感受合唱, 甚麼痴,甚麼痴,日黑雨滲透,一生不可永久, 說真的,這一首歌,他們搞了那麼多東西,記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這個愛過教育小組是誰, 負責的就是由我們陳國基,政務宣司長, 但是他就扔了下去, 扔了下去,就等這個小組組長就是李慧琼, 宣傳分組委員就是鄺美雲, 我剛才說過,我還未知他是小組組長來的, 原來真的是小組組長,李慧琼他聽到, 即是他自肥那些人, 你記不記得,每一次的記者這麼差勁, 做甚麼這個活動你有沒有留意, 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第一,幾次搞甚麼比賽, 比賽品,宣傳甚麼,作首歌, 記者問他,洗了多少錢, 每次都會問,你有沒有留意, 每次都賺不到, 對,你說很少錢,幾千元搞得怎樣, 每次都會拍,每次都會拍, 每次都會拍,每次都會拍, 大家心中有數就算了,這個世界上, 好了,有記者, 他都說,除了, 其實我知道大家是很定難頂的, 所以本來我看過新聞, 說這是我們的家製做了卡拉OK版的, 卡拉OK版就只是音樂, 即是剛才那個不是的, 不是,是剛才那個唱版本來的, 是,卡拉OK版,即是只有音樂, 下面那些字會, 做到編色的那些, 那些叫卡拉OK的, 好了,但我找不到, 我要另外去這個, 不知道是民政事務處, 還是外國教育小組裡拿, 這首歌是否會入做節目, 之前播一次, 那不用,我準備唱LIFE, 我會自己播,是我唱那首, 好,給你翻, 記者邀請小組組長, 李慧琼示範如何唱, 他就說,努力練習之中, 其實唱歌都不用那麼多限制, 最重要是表達到感情, 所以說,劉家產, 你作為小組組長, 這首歌不是今天出的, 今天才出一個MV, 你都不會唱, 我馬上唱給大家聽, 我剛才聽過《紀魂》, 下載一次, 又再聽一次, 因為很容易上口的歌, 在流行歌曲來說, 真的很容易浪浪上口, 那些小孩子唱, 你聽到這樣嗎? 不是,那些小孩子唱, 你可以激昂一點, 《情是國家》, 《我們這一國家》, 是不是, 《國康》都不同, 《和諧共存》, 《和諧共存》, 《再同一》, 《再同一》, 我都會唱, 最多給你, 李慧瓶, 《我們這一國家》, 這首歌如果找到, 齊大俠唱, 什麼肥媽, 莫懷倫, 阿倫, 他們整晚都唱到熱淚盈康, 同行共勉, 在陽子敬, 互陰下, 從未退縮, 背後, 堅守, 堅守, 堅守你我, 他, 無論多遠, 難關多莫奸生, 營利國驚怕, 老老實實說, 我叫你老鼠, 你說, 那MV都拍得好的, 因為我們, 其實這些是一般, 一般是, 合理, 中間沒有什麼說, 除了最後, 愛國愛黨愛香港, 說真的, 最大的任務是什麼呢, 香港現在, 作為這個政府, 最大的任務呢, 復償, 經濟要復償, 不是我說的, 靖海後也是這樣說的, 但是港府的人, 不夠膽, 師傅, 中聯辦, 港澳辦都不夠膽, 無謂什麼啦, 即你問我, 問心那句, 你問我, 我估了, 我覺得, 你現在不要出亂指, 總而言之, 經濟搞上去, 根本, 你只有你這麼多嗎, 但是, 你下下, 你搞這些東西, 你搞這些東西, 沒有什麼能力壓, 這些東西, 如果民間, 這樣說真的, 作為一個自由的社會, 各位網友, 如果不是政府, 這樣搞呢, 我民間有些不同政見的人, 不斷地搞這些, 我沒有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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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你說那隻, 什麼, 袁榮光, 嘟嘟嘟嘟嘟, 我覺得真的有什麼問題, 這首歌都是作用的, 你那些年輕人性衝動, 一播這首歌, 什麼性慾都沒有了, 不用打願毛球, 這樣就浪氣了, 其實老實說, 這些我們比較開玩笑, 年輕人性衝動, 跟狗硬母親戚, 打願毛球, 衝動水涼, 什麼人都沒有用, 我告訴你, 真是性衝動, 大家十五目半山熟, 摁一塊, 嘟嘟嘟嘟嘟嘟, 男人能聞到女的開氣如難, 女人能聞到男性氣息, 那時候, 蟹蛇水, 這個狗硬撞到, 狗硬撞鐵, 根本老實說, 就是像狗一樣, 黏著那個人, 你找郭勾去, 你也不想分開, 多餘的, 有蟹就要撞, 好了, 那麼, 李慧琼說這首歌制作了一年, 一年? 一年, 認為歌曲將會在不同階層流行, 一年你都不懂得唱, 真是我再唱一次給你聽, 好, 情是國家, 先看看, 我門姐一個家屋板, 都說, 我在公署, 再和一屋禪客, 屌你, 老實說, 這些東西, 真的無所謂, 你民間買一唱公司, 就叫阿倫去唱也可以, 為什麼不找汪阿姐? 都沒有問題的, 汪阿姐不刮你, 楊千禪啊, 不是, 你經常政府, 你經常政府, 主動要做這些事情, 好了, 那麼, 在這個環節裡面, 你可不可以包容多些? 包容多些, 可不可以找明哥唱? 當然, 當年明哥害怕你吃濕去, 但是當你做得多些, 真是要做給別人看, 而不是, 嘩, 你開演唱會嗎? 你想起來都不能想, 上來查你牌, 嘩, 出本書又收了你, 那你搞什麼有用啊? 好了, 昨天更好笑, 昨天更好笑, 昨天原來有一個叫做, 2024年科技加, 新質生產力高峰論壇, 我長話短說, 真的無謂聽, 你越聽, 你就越搖底, 新質生產力, 簡單來說,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選, 即是新的發展, anyway, 喂, 眾說昏和大陸來說, 甚麼新質生產力, 就是 titt那時, 現在可能變了晶片, 甚麼太陽能電熱板, 電車啊等等, OK, 好了, 有些好像不是這樣說, 香港的新質生產力是什麼呢? 昨天, 因為2024年科技加的新質生產時間公風論壇裡面, 鄭雁雄又出來說話 說真的,什麼叫做一國兩制 什麼叫做港人治港 今次三中全會有提港人治港的四個字 一次的 好了,這些是不是好提呢? 還是,雄哥見到,哇,你香港那班 我也叫做紮紮的 海陸空仔,你們那班真是好男人 要提一下你們,但他提什麼呢? 原來他說新產力提什麼呢? 做起來,起而行之更重要 首先這句說話有話聽的 講起來,做起來,起而行之更重要 就是說,港理解要重要 做更加重要 講完就要做,做而動之更重要 即是,即是說,屌你不能夠胡亂說 於是,他覺得呢? 他覺得呢? 他給你們一個建議 他說,我也不知道中聯辦可以給這些建議 不要緊要,大家講而立之 反正我們現在政府就像蠻無烏蠅一樣 他說,香港要建設成為 內地高收入階層休閒度間的首選目的地 哇,這個真的很難 內地中高收入階層 我也不知道內地還有沒有中高收入階層 他不是當有 他首選目的地竟然是香港 希望可以建造成為 這樣也不是說不行的 全世界不想讓你去,你便會被迫來香港 他說,香港旅遊要創新 海岸線和海島如何用好 就是搞動漫、演藝、電競、康仰、AI、人工智能、登海運動、加強旅遊業 做到人氣效應,加經濟效應,黃丁又黃財 嘩,我聽完這些,我真是糟了 我真是大糟糕 先不要說他有沒有能力搞 你說搞這些東西 真是軟水難夠近火 香港人是水深火熱 當然,萬事起步也要起步 但是,你憑什麼去搞啊 那些動漫啊,那些Cosplay啊 你不搞搞他 你不搞搞他,那些偷懶笑啊 現場的政府有什麼支持啊 演藝、康仰、AI 反而,你不想AI啊 反而我被你弄啦 你不想我起碼有AI班啊 今個星期還有三個位 今個星期六,大家快點報名一下 好了 他説呢 我這也懶得說 這個就是落實生質生產力 就一定要科技行穿 他説在國家走出了從人才 科技強 到產業經濟國家強的道路 你說聽這些 那你善重善討沒有所謂的 好了 阿超哥就説呢 要從四個方向加發生產力 首先就是加大創新力度 第二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第三 積極推動政產學研頭 什麼叫做政產學研頭呢 我估計 不是政策 產就產能 學就學術 研究 頭是不知什麼 龜頭 真是不知什麼 第四就是完善創科技 完善創科產業鏈 喂 超哥 真的說這四個 我看他的影片 那就是怎樣 怎樣加大創新力度 怎樣建設現代化 沒有的 是空洞的 怎樣加產業鏈 喂 吵你了 你聽完他們這樣說 包括孫冬 他們那些 你還覺得很大 究竟有什麼政策配合呢 其實呢 政府是有的 你明白嗎 在我那幫做生意的朋友 說 政府又給錢 你真是噁狗狗狗 你去做些事情 你不是那個行務留意 而已 譬如你說 有一些 搞AI 就拿政府一百幾十萬 很多 即是你搞這些AI課 都可以拿 不知道 我的AI課未必可以 你可能弄一條動畫就可以 嗯 你們好嗎 錢得出來有沒有效果 其實呢 在自由市場 今天第六節我會說 什麼呢 這個世界上政府呢 其實真的 他一主導 真是沒有東西 人家國家 譬如我們偉大祖國那些國情 他們不要偷 河水不犯井水 我們不要說 你只要寬鬆些 那些人就自然去找到路 現在香港很激 譬如很激 那你有大魄力的嘛 譬如 我簡單說 OK 喂 那些年輕人 或年輕人 將官堂有些公下 不是你由上而下 是由下而上 慢慢 和那些業主 慢慢將它形成了 一個產業 例如落塘出大廈 那你們政府 是否應該要配合呢 就是 你說要活化 當然 可能有些安全 有些問題 認真點看看 是否可以出些容忍子之類 你不要搞咎他們 已經是萬 很多事情可以爭到 港英政府當然也是 香港人 幾個奔走也好 你有沒有幾個時候 要靠政府 我不要說 特別是誠哥那些財閥 在九七之後 特區政府 政策明醒他們 那作為他們的商人 你明醒我 我不想你 那便是暗咎 但是我們想回之前 從來都是香港人 自己找路走 你就算聰明 你好像陳百祥 如果大家就知道 過去有多少 破產 不想行 他便到處賣牛仔褲 賣到沙地 你不要去 他造成怎樣的沙地 他都要一條人 搭一條路 走過沙地賣牛仔褲 香港人不一向是這樣的 你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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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支援有下 我能夠幫我 我認同 你不要去搞我 他們便可以了 你現在在上面 指點指點 你可否有什麼時候 有效率過 一個特區政府 好了 這些事情 接著這件 一宗很 minor的新聞,在今時今日香港來講 但這些事,又是會令到 其實香港經濟,或者香港人的笑臉 如何開戰,香港經濟如何向前走 你想這樣,有甚麼事呢? 吳可兒本書被下架,吳可兒有甚麼事呢? 吳可兒本身是極其量,是甚麼基金的看守人 極其量是831流動集會那裏 甚麼事呢? 我們先看看 在中環大館舉行的香港藝術書展 大律師可兒的新書 與中的香港,被主辦機構要求停授 這個主辦機構是甚麼呢? 主辦機構是大館當代藝術館 我不知道是半官方還是私營 應該是私營的吧? 大館當代藝術館 我不知道 或者是不定 就私營 好了 第六屆的香港藝術書展 由上星期五到昨天 上星期五是30日 30日 31日 1日 三日而已 參展商之一的建山書店 昨天在社交平台 她說 大律師前立法會議員 吳靠兒今年8月出版的 散文揭集 與中的香港 在書展 即是展賣了半天 就被大會工作人員要求停授 書本在餘下兩天剪期落架 建山的post說 今次是書店五次參展以來 第一次有書籍別主辦機構質疑 是否可稱之為藝術相關 全家產 散文集都不算藝術 叫你老母 喂 是用一個這樣的藉口 這個香港藝術書展可以優異 不要說散文集 就算科技書 你看有什麼角度 藝術這件事 就真是最難去define的 某程度 但是散文集就 紮紮實實 絕對是屬於藝術 那你不然怎麼為是藝術書 你又define 你又告訴我一個定義 一定要說莫扎特 屬於藝術 那你如果這樣說 譬如盧梭 他們那些西方的哲人 那些政治書籍 又算不算藝術書 還是屬於藝術書 一定要說屬於藝術 畢加索 那樣的秘力都在品周道 這樣懂藝術 還是怎樣懂藝術 你去解釋給我聽 還有你不是給那些參觀結人 買不買去他自由 你老母有什麼事 我真的想問 這些是不是屬於藝術書 什麼黑 什麼黑 什麼 高級黑 還是低級紅 還是怎樣 如果你大館 大館當代藝術館 在網上看看 大館當代藝術館 是官方還是什麼 如果是鄭家索 你是不是想低級鴻糕我們 特區政府 屬於藝術破產 先看自己當著 分家分 都亂了大龍 屬於藝術 屬於藝術 你們怎麼雜人抽薪債 屬於藝術 現在就斷購 鄭家索 屬於藝術 屬於藝術 有錢給你 你知不抵債 私人有的 數百億我還要有的 但是公司已經知不抵債 屬於藝術 新世界 買閒氣你怎麼 臭頭 但不要吵著,未必關於她的事,我們估計是否去 好了,她又反問,如果書籍不適合展覽 那作者又可惜不適合在現場跟她的讀者分享其他作品 因為不可以做其他作品不同意思 她有甚麼可以令主辦單決定去歡迎接待她的藝術家和觀眾呢? 連讀者都想在現場送花給作者都不行,為甚麼呢? Post說,大會從未講清楚書籍下架的理由,這是最大的問題 不適合展覽,而語中的香港在今次書籍裡面是建山書店的參展商之一 她唯一日本新書,另外建山的Post說,跟往年相比 今年的書籍,書籍安排相當神秘,氣氛亦較為嚴肅,這麼奇怪? Post說,以往書籍幾個禮拜前就應該有場地的Fall Plan 今次就要去到現場,當日才知道攤位位置 另外,以往是輕鬆隨意,更加有藝術性的 但今年的工作人員,表情嚴肅,一絲不苟 同參展商毫無互動,加強重查,查手帶,工作證 三、五分鐘就會有工作人員行那些攤位苗過 針對語中的香港被下架,大館回覆光傳媒就說 大館一直支持藝術創作,有助香港多元化的文化交流 同時,大館作為奉公守法的機構,會中守香港法律 哪一條法律,說你這個語中的香港不凡凡法律 她印得下,出得書,不可以在街上走 哪一條法律,老實說你說幾乎悲哀,有好多展商 因為還可以想和大館繼續合作 或者不想得罪人,你知犬魚,大家都是自己有 又懂得這麼久,大家都打一份工 不想出聲,就這樣死了 喂,這個是不是政府叫來呢 吵你老母,策略想定霞友,預備吵你老母,自己不想定的時候 吵你老母,不要這樣想定,就死了 喂,香港不是這樣的,香港是復償的,你們說的 立完這個,立完這個,我都覺得復償的 我扔錢裝修,留港見港 你搞這些黑的東西,沒有那樣搞那樣,幹什麼想的 國安公署要抓到這些,抓到這個料理 這個大館當代藝術館 真的,問一下話 喂,我們做生意的人,我很簡單 我真的留在香港,你說為了什麼? 我說為了這個,我出身,我真的要再唱一首歌 情是國家,吃什麼東西一個他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喂,屌你,我還不愛國? 搞了什麼東西? 喂,結果就吵吵了,所以,包括藝術界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說,香港人這樣都是結束 都是抵死的,我又不會說抵不抵死的 屌你,最後,法又立了,憲政責任 人又拉了,大家一條心屌你,賺錢 搞好香港,好像蔡美雲說,情是國家 你搞什麼東西,你都說立犯法 如果不可以,喂,屌你拉過去,不用說話 屌你,放在法庭,告狂去 做什麼東西啊 屌你,然後搞個書展都說 跟以往五屆比,屌你氣氛嚴肅 屌你,一屎不苟,工作人員 神情嚴肅,一屎不苟,說做什麼東西 是不是真的要這樣 屌你,要不要打個書展啊,大哥 以前這些,有時候 譬如我們買書展 放幾天,放幾天,你食嘩,姐姐 有時候少認得,喂,姐姐,早安 喂,怎麼回事,生意可不可以 一時聊兩句,放下了,把書把 喝杯菊花茶,會這樣 屌你,我現在的 屌你,三分鐘,五分鐘,走開 屌你,屌你,屌你,屌你